大航機失染疫風暴延燒 讓各地出現了防疫的破口 高雄市的機場和港口工作人員 接種AZ疫苗的施打率 不到百分之三 今天開始衛生局在高雄港 和小港機場設置了疫苗接種站 小港機場國際航廈 湧入人潮一個個排好隊 他們不是旅客 都是機場的工作人員 報到核對身份後 評估完身體狀況 就可來打疫苗 包括航警 安檢人員 身穿制服 利用空檔都要來打 可能會有沒有這個機會 就是碰到那些感染的群眾 就是至少有個抗體 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第一線工作 那我們接觸到世界各國的旅客 覺得有這個衣物 也有這個需要 來去接受這個疫苗的注射 防疫緊繃時期 高雄市機場與港口的工作人口 接種疫苗率至今卻不到百分之三 就怕邊境的防護力道不夠 衛生局鼓勵前線人員 究竟施打 在機場設置疫苗接種站 要讓這個施打率 還是能夠逐步的提升 我們才另外測點 專門是為了航空站 以及這個海港港務的工作人員 那一天小港機場 一月接種就有八十人 踴躍度還不錯 五月三號還會再設站 後續視情況看是否加開場次 衛生單位防疫作業不敢鬆懈 鼓勵會接觸到外國人士 風險相對偏高的工作人員 一定要施打疫苗 華視新聞 蕭玉欣 高雄報導